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伦 那么今天要来玩的是很久没有玩的少女平和啦 那这款游戏呢 其实我一直都在玩啦 只是蛮少更新啊 因为出的活动不感兴趣了 而且是复刻的 那这次出了新的角色 那我当然是要来抽了 那这一次的角色呢 是木属性 算是风属性还是木属性的 那第一个4抽 那这个角色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蛮强的 就是在打关卡方面啦 只是在PVP方面呢 这个是必中三星的特效 那PVP方面它是蛮弱的啦 所以我个人是想拿它来打关卡啦 而且它是风属性的 算是风属性还是木属性我不知道啦 诶这不是诶 诶这更好诶 这个是SS级角色 这个火属性的前锋来的 这个还蛮强的诶 好像PVP好像也是蛮多人在用 这我倒是没什么研究 但是我知道它是评价是蛮高 最高的SS级别的 还蛮强的 其实这一波算是赚的诶 比起抽到这个角色 但是我还是想要这个角色啦 因为打关卡方面呢 我还蛮缺这种就是这个木属性的角色啦 基本上都是在用火属性跟水属性在打 风属性就 诶不是风属性 一直讲风属性啊 木属性呢是完全没有啦 只有几个防御的跟就是几个那种辅助的 那刚才第二个十抽爆死啦 这个是第三个十抽了 看有没有机会啦 我是有机会保底 但是我又不大想保底 我就想在那之前拜托抽到 我就不要继续抽了 接着游戏的那个限定 限定角色呢 我不大会分别的诶 好像最近出的都是常驻的角色诶 只有之前那个两个角色 一个女仆跟一个坐在轮椅的女孩 那个是限定的 其他的全部都是常驻的 都可以抽得到啦 第四个十抽 啊 连续爆死了 其实这游戏的转弹机率 其实也算是蛮低的啦 就跟别的游戏差不多啦 所以也不好说啦 但是这个游戏的保底 其实还蛮算蛮佛的啦 就是它转弹的石头 也不需要太多 1500就够了 然后保底也才 200吧 所以你存到3万 基本上就可以保底了 啊 还是爆死 诶 又诶 诶 这个是特效来的 就是转成三星特效 赞啦 诶 这是 哦是诶 yes 呵呵 这个还蛮酷的嘛 呵呵 我刚才说蛮酷的嘛 旁边那个是二星的角色啦 在里面也是有的 赞啦 这一次 抽到了 SSD的角色 还抽到了这一次的角色 超级赚的啦 好啦 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 记得点赞 订阅跟分享哦 对我也是B站的话 点个三连关注我 我是阿伦呢 下一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